马仕途的八弟马子超 九十岁时选择了再婚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 开启了新的生活 每天他都会和老伴一起 到菜市场买菜 在平淡幸福中 享受着晚年生活 那点空心菜 挺不好点 花费腹 快吃 你开屋 patents 弄菜 花 ciud 以前 谢谢 你知道 жив我们 我养你 这个花花就是 花花不是 美花多少 一何一 zwe 一常一 他有四块钱呢 四块钱呢 这个一块一 五块一给五块钱 给五块钱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这边啊 来 好多钱一斤就问他 哪钱好没 五块钱 这就好吗 这咯 你找就老大爷 好多钱 好多老酒去了 拿好多钱一斤 好多 好多 我看来问你 好多钱一斤 九块五毛钱 好多钱一斤 四十块钱一斤 四十块钱一斤 九块五毛钱 好多 九块五毛钱 家老饭正好 熊挺起 是不是竹竿 是不是竹竿 就这狗的 就这狗的 对 好 就这狗的 好 就这狗的 好 我们就往前面 走吧 好 我知道一位老人家 您呢 前些年 因为猴癌 做了手术 所以说话呢 不太方便 是方便 对 今天呢 我尽可能的 少问您一些问题 好吗 我听说您跟您的老伴啊 生活了六十五年呢 就是 恩恩爱爱一辈子走过来了 是吧 当然后来非常不幸 老伴走到您前面了 那就是 对 当然您后来又找了一个老伴 是吧 现在再婚了 现在再婚了 比您年轻很多 很多人都觉得挺好奇的 您都九十多岁了 为什么还要再婚呢 因为我的原本 他在他死一切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 要走在你的前面呢 你呀 这个 我走到时候 你忍然 需要 有一个人 和你一身都 他就说了 穿一吃饭 那没有啥 最大的问题是 寂寞 是你 他说 那这身 最难耗的啊 他所以说 我走了以后啊 你还是 要找一个 和你一身 这就是 他对我 对我们两个 这样 那是男人 我一说 他就跟我讲 你 我 他走了之后 我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他就说这样 说 老伴啊 在去世之前 嘱咐您 说这个 人生最难 最难的是寂寞 寂寞 思念 所以他希望呢 他走了以后呢 您还能再往前迈一步 是这样吗 他就是这么讲 所以来 我自己后都 也有相同感受 所以 我冲着这个道路 我们支持您 您的儿女支持您吗 感谢 您的儿女支持您吗 不仅儿女 马斯多 他首先表态 马老师 首先表态的 他说 我就是咱俊俊俊俊俊 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 他们 还有儿女 现在呀 整个大家 我们家里 相处的 非常和谐 太好了 没有发生过 人都会不愉快